來玩這款遊戲 海濱小鎮 好可愛 妹子 隨便一個名字好了 啟動資金 從畫面上來看 難怪會打廣告 確實有打廣告的價值 做的挺精緻的啊 總算把垃圾清理完畢 接著我們來修理 燒烤店吧 安裝燒烤架 安裝座椅 安裝屋頂裝飾 安裝招牌 好啦 要準備賺錢了 這款遊戲 男女老少 都適合玩的 我可以拉近嗎 好像不行了耶 升級五次 好 接著跟著任務就行了 拿到新手目標 拿到2000金幣 到目前為止 都不用看廣告喔 哇 不用看廣告 我好開心啊 要準備修復水果店 然後按照他前面 按照他前面 所講的 他消耗彩色星星耶 那我要如何得到彩色星星呢 那我要如何得到彩色星星呢 然後還會消耗木桶 水果店 漸漸的成型了 就缺了一個招牌 完成 那我賺的錢 是不是又變多了呢 一樣 領到了2000金幣 然後升騰五級 這跟之前做的事情 怎麼會是一模一樣的呢 建造 簡易長椅 跟著任務跑 你就可以拿到好多好多金幣喔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越來越多客人喔 招聘 服務人員 然後再招聘 服務人員嗎 招聘 服務人員要4000金幣啊 欸 他停止了 我突然不知道幹什麼 第一天拿到了50個木材 那我現在 繼續建設 這裡 那我逮到一個可以建設了 直接建設 沒毛病 趕快 分享 給你周圍的妹子玩吧 他們會說 哇好可愛 好好玩 好有趣 招牌 服裝店也出來了 排行榜 其實這已經出了幾天了 那這廣告部分 倒是挺常看到的 新手禮包 唱完尊享 店鋪收益兩倍 喔 他剛剛是要看廣告的 然後這一次是直接送給我 上線獎勵 這個是什麼 滿意度 我們只要點擊 螢幕下方的槌子 有看到沒 直接點就行了 他會自動幫你搜索 就是 需要去進行 建設啊 還是修復 好 那我們初期就把木頭花光吧 這我已經建造了那麼多了 我現在有好多個店鋪喔 都在跳錢啦 只不過這邊 只不過這邊 把招聘 哇 兩萬的分子 服務人員 我竟然招聘成功 我現在有好多錢啦 我有十幾萬啦 難怪 還有客船 開啟商店啦 前面這樣子玩下來 其實遊玩體驗還算是不錯的 所以還是可以玩看看這款遊戲喔 沒有強制進入廣告 一切玩起來相當的和平 這樣子 各位有沒有很放心呢 那我們前面只需要按照 螢幕上方的任務去跑 就沒問題了 然後你跟著任務跑了以後 他有給你很多金幣跟木頭啊 前面這樣子 還蠻多材料可以玩的 嗯 我想說要等時間耶 結果沒想到 我都不用等時間了 他就這樣讓我一直玩下去 糟 我的錢不夠了 接下來要等時間了 這個是什麼 人均消費50倍 這個給好多喔 然後這邊有VIP可以免除廣告 還有特別獎勵 還有專屬相框 遊戲就試玩到這裡 大家掰掰